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万塔罗 那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是呢 你在人生的哪个方面呢 最近最容易成功 最容易获得成功 最顺利哦 好,我们会看到画面上有四种宝石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参考 第一种呢,是绿色的草莓金 好 第二种呢,是海洋玛瑙 第三种呢,是黑钥匙 好的 最后一种呢,是海兰宝石 好的,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神呼吸三次 深呼吸完了之后呢,请你想着你自己 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 最近我在哪方面最容易获得成功呢 想好了之后,请你睁开你的眼睛 直觉地从这四种宝石当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哦 选择其中的一种 选好了之后,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 亚提密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呢,donate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组牌 最左边这一组代表的是呢,学业或事业 中间这一组呢,是金钱 最右边这组呢,是爱情或是桃花哦 好,我们来看 最近呢,你在哪方面呢 最容易获得成功 然后也会最顺利哦 我们这边看到的第一组牌 代表着学业还有工作 这部分的呢,我们看到的这张牌呢 是女皇牌 赢者牌的逆位 还有皇帝牌的正位 还有这张牌呢 是圣杯舞的逆位哦 好,那这一组呢 就代表着最近的你呢 其实在学业或是事业方面的发展是很好的 很容易获得大成功哦 如果说呢,你是学生的话呢 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了 赢者牌的逆位 还有呢,这个 圣杯舞的逆位 这两张牌其实都代表着 最近的你不管在工作或是在学业方面 你都是相当认真的 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 负面情绪影响 你整个人表现其实就是相当良好的 然后呢 很多你过去比较可能搞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是呢 比较不顺利的地方 不顺利的一个情形呢 其实也都过去了 而且呢,我们这边看到 女皇牌还有皇帝牌哦 这两张牌呢 其实在事业跟学业方面都代表着 你很有机会呢 可以更上层楼 比如说呢 你需要去参加一些比赛 学业方面的比赛或者是考试 你都很容易拿到很好的成绩 在事业方面呢 女皇牌加上这张皇帝牌呢 其实都代表着 你上面的主管或上司对你是相当肯定的 你的表现是很好的 那升官啊 或者是往上升职的机会也是有的哦 所以如果说呢 你最近呢 原本就已经在进行一些 比较重要的工作计划 或者是一些工作计划的话呢 在这方面是很容易大获成功 然后很容易拿到很棒成绩的哦 在这边呢 先恭喜你 好 我们来看金钱的部分 金钱的部分主要就是 诶 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到很好的业绩啊 或者是说有没有机会可以拿到很多的一个好收入啊 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可以投资方面 或者是呢 这个意外之财会不会有机会拿到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宝剑三的逆位 圣杯十的正位 钱币三的正位 还有权杖骑士的一个逆位哦 这代表最近的你呢 其实在金钱相关的事情方面呢 虽然不算是能够获得大成功 但是至少都还算是 我觉得相对顺利的哦 因为呢 我们这边看到宝剑三的逆位 我们这边还看到了 钱币三跟圣杯十 这几张牌其实讲到 不管在投资方面 我觉得特别是投资方面或是理财方面呢 你其实走出一个谷底哦 之前可能或许你有套牢的投资啊 或者是呢 一直都没有什么表现的投资呢 在最近其实会有一些还不错的起色 至少让你会有一种结套了的感觉 不会让你持续的好像觉得 好像我持续被套在那边 虽然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让你 赚很多很多的钱 但至少在金钱这一块 投资这一块呢 会慢慢有回本的情况 至少可以达到一个损 损益的一个平衡 让你心情呢 也可以变得好一些哦 好我们再看看 最后来看看这个爱情的部分 爱情的部分会不会有什么大成功 比如说爱情方面的大成功 就是也许求婚啊 或者是说告白啊 或者是说会不会有很好的对象出现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钱币七的逆位 恶魔牌的逆位 魔术师牌的逆位 还有太阳牌的逆位 这四张牌就代表最近在感情运方面 桃花运方面 其实不算是一个 会获得大成功的一个情况哦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是 其实呢 最近的你呢 一部分来说啦 就是和 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 其实你算是会遇到 还OK的桃花对象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恶魔牌的逆位哦 可是我们这边也看到的是 恶魔术师的逆位 跟太阳牌的逆位 这两张牌 其实也就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 对方就比较不主动一点 可能就你要稍稍微的 主动一些这样子 那 如果说是已经有交往对象的话 其实 看这几张牌 大概也得到一个讯息 就是最近其实并不是一个 适合你去做一些 比如说求婚啊 或者是 呃 告白的一个动作 因为这其实可能需要在 一段时间多培养一下感情 或者是 其实这上面也讲到几个 很重要的重点啦 就是对方的状况 目前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好 对于感情这件事 并没有放那么多的心思在上面 所以你可能呢 在这段时间处理感情的事情 就要稍微 小心注意咯 好的 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的 我们在学业跟事业这边呢 看到的是share哦 你可以多跟你的同学 或是你的同事 去多分享一下 你的一些想法 其实这会让你在学业或事业方面 拿到更多的成功 也会更顺利 好 那在金钱方面呢 比如说投资理财 或者是你的财务管理方面呢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要有一些比较乐观正面的一些想法 或许之前你的一些投资 可能让你很难觉得很乐观啦 但是呢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保持乐观 其实好的发展就会来到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过的 套牢的可能都会解套 最后呢 是Pets在爱情啊 桃花啊 感情这一块呢 宠物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话题 你可以多跟你喜欢的对象 聊聊宠物 或者是呢 或许你去 一些 有比较多宠物在到处跑的地方 就很容易遇到 这个跟你有同样兴趣的人 比如说你可以去遛狗的时候 或者 比如说你如果是单身 你希望认识对象的话 你去遛狗的话 可能是不是就会遇到 跟你一样喜欢狗狗的人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去一些 比如说猫咖啡厅之类的 或许你也会有 不错的一个卸狗或厌狱 或者是你会遇到 还不错的对象 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交往对象的话 我觉得一起养宠物 或者是聊聊宠物的话题 不见得要马上养了 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 稍微聊一下宠物的话题 这可能都会对你们的感情 有更多的正面帮助 好 就是选择到绿色草莓金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选择到海洋玛瑙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海洋玛瑙的朋友们 亚提米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呢 donate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频道做下去 好的我们看到画面上有12张牌哦 最左边这三张代表就是事业 或者是学业方面 会不会很顺利 会不会拿到成功 中间呢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事情哦 会不会更加的顺利 赚钱顺不顺利 会不会拿到 你的投资会不会有很成功的收益 最后面呢 这个是跟桃花 还有爱情有关系 相关的方面哦 我们先来看看事业和学业的部分 我们这边看到世界牌的逆位 我们这边看到钱币骑士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圣杯一 我们还看到了钱币十 这几张牌哦 那这几张牌呢 其实代表是最近的 你在学业 或者是事业方面呢 算是稳定啦 只是有一些风波 可能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牌的逆位 跟钱币骑士的逆位 都代表着呢 最近呢 你可能在学业 或者是事业方面 工作职场方面上面呢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变化 或者是一些变故 或者是有一些状况会发生 那这些东西 可能并不是你原本计划当中的 也会让你觉得 好像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好像你想做的某一些事情 并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去实现 可是最后呢 还是可以照着你原本想要的发展去走 只是它可能会 比如说会多拐个弯啊 或者是会让你觉得 比较辛苦一点啊 花多一点力气 那我们这边也看到的是 圣杯一跟钱币十哦 最终的结果其实都会是好的 而且相对来说 都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 不管是在职场 或者是在学业方面 你的表现都是还蛮好的 只是可能你要多花一点力气 去做这些事情就吃了哦 好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有关于金钱 比如说理财啊 投资的部分哦 我们这边看到 前权账九的逆位 正义牌的正位 前币八的正位 还有圣杯八的逆位哦 这几张牌代表着 目前比如说你在投资方面 你在这个财务 你自己的管理金钱的方面 还有比如说加薪啊 或者是红利这个方面上面 会不会有哦 好 我们看到的是呢 最重要的牌 其实是正义牌跟钱币八 这两张牌其实代表着呢 最近的你其实会 可能会拿到一些奖金啊 或者是会有机会 有一些小小的加薪啊 可能不是很多 但至少会让你觉得说 我过去的努力 已经获得了一个公平的结果 但是投资方面 你就要小心哦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全杖九的逆位哦 我们还看到的是 圣杯八的一个逆位 其实这两张牌代表着 你在投资方面 其实是比较容易 会有一些下错判断的时候 比如说该谨慎的时候 你可能不够谨慎 那该通的时候 你又没有虫 所以可能赚钱的机会 比如说投资方面的一些机会上 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就错过 但是呢 可能因为做错决定 会导致你 可能少赚一些钱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在投资方面 你要更加的小心谨慎 还有抓对时机哦 但整体来说也算是过得去啦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奖金 或一些小小的加薪 对你来说 其实也算是 一个还蛮开心的事情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有关爱情的部分 桃花啊 还有感情发展上 最近顺不顺利 会不会有什么很成功的状况发生哦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全帐国王的逆位 我们看到圣北齐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月亮牌 我们还看到圣北齐士的逆位 这最近你要小心一点 哦 我觉得在桃花爱情方面 并不算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月亮牌的正位 加上圣北齐 而且我们还看到 全帐国王跟这个圣北齐士 都是逆位哦 这代表最近你的 烂桃花真的比较多一点 不管是你是单身还是非单身 你身边的烂桃花 其实都还蛮多的 那这些对象 表面上看起来 是很符合你的一个 想要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你的条件啊 你梦想中的一个对象 可能也许他的脸 也许他的这个身材 就是你梦想中的这种类型 可是实际上面来说呢 他并不是这样子的人 因为全帐国王的逆位 跟这个圣北齐士的逆位 其实代表着 你见到的这些对象 可能都会让你失望 所以最近呢 这个桃花运真的不太好 不管你是单身 或者是非单身 遇到对象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哦 因为这些对象 其实相对来说 都会还蛮主动的 那太过主动 可能就会有一些心急啊 或者是一些问题在里面 所以你要自己小心提防哦 好的 我们独角兽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的这个宇宙呢 在学业还有事业 就是工作职场啊 还有学业方面 给你的一个 给你的一个讯息呢 是 Relax Everything is ok 放轻松一点 其实职场上 就算你面对到一些问题或状况 或是牙齿也没有关系 这些东西其实是 Everything is ok 就是它其实并不会带给你太大影响 我们刚才在这个 陶楼牌的部分 我们也讲过 其实到最后都会是还ok的 还不错的 那只要你放轻松 你的心情轻松一点 其实面对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你会呢更有这个 能力去解决它们哦 好的那在金钱相关的事情方面 我们看到Water哦 这个我们常常在说 遇水则罚哦 如果说你比如说做梦梦的水啊 或者是呢 你可能 比如说你去游泳池 游泳 或者是你去海边的时候 突然有经过了 某个卖财卷的店之类的 你可以去试试手气 这宇宙在告诉你呢 这些地方可能会带给你很好的财运哦 好 最后是 在爱情方面 是Exercise 这宇宙在告诉你 最近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去运动 会比较好一点哦 毕竟出现的对象真的都不太会是 不太会是太好的对象 但是呢 在这其中 可能你在这些 比如说你去健身房 比如说你去运动的这些场合上 你可能会遇到的对象 会相对是比较好一点 比较安全一点 比较过得去的对象 还有如果你已经有交往对象的话 其实两个人一起去运动啊 出去走走啊 一起去泡泡布等等之类的 其实对你们的感情呢 是会有一些正面的夹分的 好的 这就是选择到海洋玛瑙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 选择到黑钥匙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好的 选择到黑钥匙的朋友们 亚提米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 就是抖内的功能哦 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呢 抖内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 好的 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哦 最左这边呢 代表的是在学业 还有这个工作上 就是事业还有学业方面呢 最近顺不顺利 会不会有成功的一个机会发生 中间是跟金钱有关系的部分 最后这边呢 是跟爱情还有桃花有关系的 这个方面哦 好 我们先来看看在你的事业 职场还有学业方面 最近顺不顺利 会不会有大成功呢 我们看到的是 钱币一的正位 善杯三的逆位 善杯酒的逆位 跟力量牌的逆位 简单来说呢 这几张牌的讯息 就是最近的你在这个 职场还有学业方面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无力一点哦 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 需要你开始去做 但是你就是觉得很累 很疲劳 可能需要多一点休息 然后你自己对这方面也是相对比较兴趣缺缺了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 其实你跟同事之间并不算是互动太好 可能会小吵架 或者不太开心 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圣杯三的逆位 这些东西其实连带影响到你自己哦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善杯酒的逆位 也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你对于你最近的一些表现 会不太满意 那这些部分上面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你太累了啦 不管是呢 你这个加班过头 或者是你念书念过头 其实对你来说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可以休息的话 尽量找时间休息好吗 不要让自己再累过头咯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是跟钱有关系的部分哦 到底最近会不会有什么加薪机会啊 投资好不好啊 会不会有偏财运之类的哦 我们这边看到恶魔牌的证位 我们看到女教皇牌的证位 我们还看到了 钱币国王 还有钱币奇 在这边呢 其实这是四张牌的讯息当中 事实上当好的 这代表最近的你 其实在钱的部分可以说是很 比如赚钱很顺利 你自己开店当老板的话 生意是超好的 因为有时候恶魔牌 再加上这个钱币国王 就代表最近 其实你在这个赚钱方面 可以说是赚钱跟赚水一样 你做生意啊 做投资啊 其实都是很容易成功的 而且女教皇牌代表着 虽然你会有一点贪心 但是你会知道 到什么程度之后 我就应该要停下来 你是很聪明很冷静的 你不是很普通的那种贪心的人 你是知道该贪到什么程度 就该停下来 不会过头的人 所以呢 该赚进你口袋里面的呢 你一毛都不会让他少掉 跟钱币奇也代表一件事情 最近的你呢 其实会有机会拿到一些新的机会 可能会让你业绩更好 更容易拿到一些红利奖金 所以呢 在赚钱这个部分上面来说呢 其实我觉得在最近可以说是很顺利 也很容易拿到大成功的 在这边呢 先恭喜你 好 最后我们来看的是 跟爱情感情有关系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 权杖二的正位 我们看到的是 钱币四位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截志牌 还有权杖五 这几张牌 请讲到几个 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最近其实 桃花运算是平平啦 对象 你和你有兴趣的对象之间 其实算是会有一个互动来往 那单身的 你如果想要找新对象的话 其实也会找到 条件还OK 还过得去的对象 可是有时候你自己 其实会 常常在思考 我到底有没有这么喜欢这个人 或者是说 这个人其实也还OK 可是 我好像没有这么喜欢他 好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那如果是在一起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还看到 权杖二 好 权杖五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距离上的问题 会造成你在感情方面的一些 最近可能会因为这样 有比较多的一些小状况需要处理 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难处理啦 钱币四位 权杖五的正位 还有权杖二呢 其实最近 你在处理感情方面 要特别注意的是 跟一些小钱有关系的部分 还有 比如说 如果你是相隔两地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沟通问题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解字牌哦 其实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跟另外一半之间的互动呢 其实到最后还是会回归一个 很平衡的一个状态 而且另外一半其实他也知道 什么话该讲 什么话不该讲 感情上呢 我觉得就是稳稳的 这样过去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桃花 或者是感情相处上 我觉得都还OK哦 虽然不能说是有什么很 很大的一个大成功啊 或者是相当的美好 甜蜜浪漫之类 但其实都还OK 好的 我们用独角色占卜卡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第一张牌呢 关于职场还有学业的部分上呢 这个宇宙给你的一个提醒是 Forgive 有时候其实或许在面对同事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就不要太计较了 其实能够原谅对方的话 会对你的人际关系上面 有更好的一个帮助 不管是对同学 或者是对同事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第二张牌呢 在跟金钱有关系的部分 就是Love 这个其实用爱去赚钱是很重要的事情 爱赚钱这件事是好事 这个宇宙也告诉你就是 其实有时候呢 花更多的心思在 比如说努力赚钱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所以这个宇宙也在鼓励你 加油 多努力多赚一点 把握这个好运 最后是 在爱情桃花方面 你拿到Teamwork这张牌 有时候如果你自己 没有办法解决某些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在感情上面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找朋友帮忙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人 单身缺桃花的话 其实找朋友们帮你追对象 或者是呢 找朋友给你一些建议 找朋友帮你介绍一些 新对象给你 都很好 不要只靠一个人单打赌斗 Teamwork很重要 好就是选择到呢 黑钥匙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选择到海兰宝石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海兰宝石的朋友们 亚提米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超级感谢的功能呢 抖内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频道 继续的做下去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三组牌 最左边这组代表 就是你的事业 还有学业方面 最近顺不顺利 会不会有大成功 中间是跟金钱有关系的部分 最右边呢 是跟桃花 还有这个感情有关系的部分哦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牌哦 第一组牌呢 关于事业学业 还有考试啊 的这些部分上面呢 我们看到权杖石 还有权杖石都是正位 还有这张牌呢 叫做保健五的逆位 还有教皇牌哦 这几张牌代表的是 最近你在学业 还有事业方面呢 其实算是很疲劳 很疲累的哦 权杖石其实代表着 最近其实真的超级忙 有很多事情压在你头上 你可能有做不完的工作 念不完的书 对你来说就是很累很累很累的一段时间 真的很需要好好的休息 可是呢 不管是你身边的同事同学 或者是你的上司 或者是你的老师 其实对你都很好哦 为什么呢 我们这边看到权杖石 还有保健五的逆位哦 其实代表着 的是你身边的这些人 对你都相当的好 相当的照顾 而且很多人在身边挺你 我们还看到的 教皇牌 教皇牌代表的是呢 不管是你的老师 或者是你的上司 其实都很体谅你 而且其实他们还蛮担心你的 但你身边的这些人际关系 是相当好 他们都会愿意帮你的忙 如果你很需要有人 帮帮你的忙 或听听你说话的话 其实他们都很愿意 只要你开口 其实他们都会帮忙你 所以呢 最近记得不要让自己忙过头 有空呢 就是该休息的时候 休息 如果需要别人帮你的话 记得喊一下救命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跟钱有关系的部分 我们这边呢 看到的是 金钱有关系的部分 比如说最近的投资运啊 赚钱运啊 好不好之类的 什么顺利会不会大赚钱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高塔牌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的是 愚者牌的正位 我们还看到钱币五根 最后一张牌呢 是正义牌的逆位 这几张牌代表的是 最近呢 其实你要小心一点 最近破财几率 其实相对比较高一点 因为光是高塔牌 跟这个愚者牌 就代表最近你可能有 钱可能会不见啊 突然被投啊 或者是 你的一些财务 可能突然坏掉 或者是你不小心弄丢之类的 那投资方面 更是因为你可能不够小心 可能会造成一些 投资方面的一些失误 或失利哦 因为钱币五在这边 就已经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可能 就是手头会比较紧的时间 所以最近记得 千万不要乱花钱 不要乱投资 而且呢 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 正义牌的逆位哦 最近要很小心诈骗集团 可能有人对你虎视眈眈哦 在钱的这一块 最近真的要特别小心 最后我们看到桃花 跟爱情的部分 最近顺不顺利 会不会有什么很美好的事情发生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圣杯皇后 我们看到女皇台 我们看到权战皇后 我们还看到的是 圣杯侍卫 哦 这几张真的凑在一起 真的是很好的讯息 而且都是正义哦 就讲到几件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最近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桃花运初期的好啊 就是好到没有话说啊 这个喜欢你的 外表很好的 家世背景很好的 年纪比你大一点的 比你小一点的都有 但你身边其实 很多好对象 来的都是很好的对象 可以说是你的桃花期来了 而且这些对象都很喜欢你 只要你选择一个 你对他也是很有爱 很喜欢的对象 其实感情就很容易 一路往前冲哦 发展起来 速度会很快 那如果是你已经有 交往对象的话 比如说你最近要求婚的话 其实都是很容易成功的 然后感情方面 其实会越来越浪漫 对方会非常的 你的另外一半对你会很好 而且你会感受到 就是被呵护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这边还有看到 因为我们有女皇牌 跟圣杯侍卫 如果是你已经结婚的话 最近可能会有机会 就是你 就是你 或是你的另外一半 有可能会怀孕 所以呢 这个如果你很想要小朋友的话 最近你可以多努力一下哦 反正你多努力一下的话 可能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或许两三个月后 就会有好消息嘛 好 那这几张牌就代表着 最近在感情上 桃花上是很顺利的 而且呢 其实在这些方面上面 它很容易获得 所谓的大成功 比如说就是 爱情成就啊 恋爱成就啊 感情越来越好啊 越来越甜蜜啊 甚至于你求婚或是告白都很容易成功 好好把握最近这段时间 好的 我们用独角兽占卜卡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第一张牌呢 在关于这个事业学业方面呢 这宇宙给你的讯息是 hello and goodbye 你的生活其实会有 特别是在学业跟事业方面 会有很多的一个变化 然后你很 你需要用比较快速的态度 去面对很多的开始 跟很多的结束 所以这个宇宙在提醒你就是脑袋最近要灵活一点 特别是在学业跟这个事业方面 工作职场方面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一次把很多东西都往身上扛 有些东西该让他结束就让他结束 这样才不会太累 好 我们讲到金钱的部分 这个宇宙给你的一个讯息是练习 真的有时候 特别是投资方面 不要一次赌太大 很多东西是需要练习的 他需要一些经验 那去学习别人的经验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 不要盲目乱投资哦 好 最后我们看到跟桃花爱情有关系的部分 这宇宙告诉你是lover哦 这宇宙要告诉你 多笑一点 面对你 喜欢你的对象 或者是面对一些 对你有兴趣的对象的时候 展现出你的笑容 多笑一点 你的亲切感 你大笑出来 对方会因为这样觉得你是一个 相当有趣 或者是他会被你的笑所吸引 你的笑容是很美的 请你一定要笑出来 好吗 这也会让你的感情 还有桃花云都会更好 当然如果你已经有对象的话 我相信这个宇宙是在告诉你 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和你的另外一半 一起去看一些有趣的 好笑的东西 增加一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你们的感情会因为这样更好 好的就是选择到海蓝宝石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